大家好,我是雷的 历秋以后天气转凉 现在这个几集特别适合吃平菇 平菇的价钱现在也不高 两块钱 可是我们在做平菇的时候 有人直接敲水,有人直接炒 做出来的平菇不好吃,含不住味 今天给大家分享平菇的正确做法 下面跟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咱们把平菇处理一下 把平菇给它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状的 这样炒出来的平菇吃得更加的劲道 千万不要用刀剁哦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把撕好的平菇我们放到一个盆子里边 加入清水 咱们把平菇给它清洗一下 在清洗平菇的时候一定要转动给它清洗 千万不要揉搓 揉搓的话,这个平菇容易被揉烂 那样做出来的平菇非常难吃 清洗干净的平菇我们给它捞出来 沥干水分 把沥干水的平菇放到盘子里面 暂时的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块五花肉 把五花肉我们切成肉片 切好的肉片我们放到一个碗里面 咱们把肉片给它腌制一下 加入一勺的生抽酱油 再加入一点的老抽 加入一小勺的料酒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呢 放到碗里面 腌制十分钟 入一下底味 接下来来准备两颗去完毕的大蒜 把大蒜呢我们给它切成蒜片 切好蒜片放在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把生姜给它切成姜片 然后呢再把生姜给它剁成丝 最后把生姜我们给它切成姜粒 切好以后把生姜放在一旁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小葱呢我们给它切成小葱花 切好葱花放在一旁暂时备用 接下来锅里面我们加入一碗清水 里边再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开火 把锅里的水烧开 水烧开以后 像我们清洗干净的平菇 平菇焯水呢 一定要水开了再焯 千万不要焯太久 焯十几秒就可以 赶快捞出来 如果焯的时间太久 这个平菇焯到呢就会特别的嫩 然后我们用六勺把平菇捞出来 把里面的水分我们给它沥干 接下来锅里面加入油 油热以后下入我们腌制好的肉片 先把肉片呢给它炒至发白 发至发白以后 我们再加入我们的葱姜蒜 把葱姜蒜我们给它爆出香味 然后再下入我们焯水的平菇 快速的把平菇和猪肉翻炒在一起 接下来咱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一小勺鸡精 一点的蚝油 然后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咱们好吃又美味的平菇炒肉就碰碰完成了 这样炒出来的平菇呢 不会有非常多的水 关键呢做出来的平菇 味道呢比饭店的好好吃 今天炒平菇的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呢 在这里麻烦大家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谢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白了个白 黑 黄 白 白 白 黄